農曆的7月7日,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日子? 原来是古时,单身男女出扑的日子 出扑是潮语,即是说脱单 脱离的单身行列就叫出扑 在古时原来都有出扑的节日 就是農曆的7月7日 在7席节,每一年这个日子 有些游园会,单身男女走出来大家互相认识 到2022年的今日这个世界 很多人都不记得7席节 可能会记得情人节,西方的华伦天奴 但不记得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面 都有中国的传统节日 原来分架很多时都在7席节 成功缩合了善男信女 在2022年很有心的团体 黄大仙的息息园的机构 一直都推广很多中国文化的节日活动 其中在今年,2022年首办了 七席宝旦旗游园晚会 这个活动还找了7名香港很知名的女星 去参与七席节粮园祈福科尔的献功礼 有200多个女士参与其中 这200多位女士参与这个游园会 就要伸穿这个华伏 参与就可以等到中国传统 让大家提醒这个活动 刚才提到在这个游园会里面 就有七位知名的女士穿着了不同的华伏去参与 哪七位呢?来自学术界、文艺界、甚至政界 其中包括有文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 全国人大常委范徐离泰 还有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曼琪 还有香港演艺学院的中乐系教授许凌子 香港大学姚中仪学术馆的艺术顾问鲁卫英 还有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的 副研究员陆正英 这几位女士当然有些都是成家立得的 不一定是来结识男士 不过一起参与这个活动 去引发大家对于七夕节的一个想象 在其他参加者当中 也有穿着了不同时代的一些传统的华服 我们平时已经穿的衣装一般都是西服的 但其实华服也有一个很独特的衣着的风格和特色 其中参加那二百多位女士 更加是找到不同时代的华服穿着 相比起日本对于日本人自己的和服 我们中国人对中国的华服似乎缺少了现代的热情和延续 这一类七夕节很好的日子 让大家尝试回忆 亦有一些仪式 在色彩原主办的活动里面 去献上了一些珠宝粉色、宝衣和七者盒 是一些中国传统的科尔 其中更加有部分的人士 会参与向王大先将进行三季九寇的仪式 现场里面也不是全部有宗教的器皿 参加者也有很多传统首位工作坊 即应即有的摊位、月老姻缘一线圈和七者盘其缘区 大家许个缘、文文姻缘 这些都是很多人想做的事 这个活动是首办的 希望主办的色彩原可以继续努力 下一年继续在七夕节提醒大家 可以一起出谱 朱朝日与李宗像 そして 感谢观看